这期跟你聊个小故事 我是怎么样动用了一点小心机 然后杀人出心的拆散了我们班一对谈恋爱的学生的 当然说这个话题我知道比较招人厚 所以我一定一定得提前申明好了 就是不是所有的学生一谈恋爱我都反对的 就是咱再怎么说也是个80后 我自己上中学的时候 那也轰轰烈烈开开心心的谈恋爱来着 那怎么是我如今当了老师 我的学生谈恋爱你就跟人家就过不去了呢 这也没有道理嘛对吧 通常学生谈恋爱的时候 我的态度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明确的表示反对 但是我也不可能明确的表示赞同啊 可是虽然这么说 但是我真的有时候看到了这个孩子 我觉得人家真的很般配的那种情况下 我真的我也觉得特别特别的高兴 替他们开心啊 比如说原先我们班上有一对 我一个班上一个提委和我们班宣传委员好了 哎呀金童玉女的一对呀 我是真的愁着他们我就高兴 那这个宣传委员有一次这个晚上留下出版报嘛 就挺晚的了 那我还说我是去慰慰一下版报小组 去了以后原来我们来提委啊 跟他蹲着呢 显然他在那待了太久 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百无聊赖的跟地上跟他和和颜料呢 然后去了以后我还逗到 我说哎你怎么在这呢 我说咱们班这个版报小组 怎么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一个人呢 然后就特别不好意思跟那乐 然后后来我们班那个男生这个足球队啊 踢足球 哎呀 这个宣传委员就带着我们班的吉他的这个 拉拉队在场下喊啊 我们班那个足球队上半场输了两个球 哎呀把那个小姑娘急得满脸通红 我嗓子都喊破了 哎 今天你看着那个提委在场上 人家反而还挺淡定的 哎 在场上指挥若定啊 结果啊 就生生下半场能搬回来还赢了这个球 哎呀 我们班学生你想多高兴这种事 是吧 一下场把那个提委拎过来 然后王几生啊 就开心的提委啊 我们这小男孩都被人家扔起来了 还在人群当中还在撒吗 他女朋友呢 跟那小姑娘还眼神还那么一下 而你瞅着这样的事 你是不是都替他们特高兴啊 结果我们班这一队呢 哎 就是毕业以后呢 就得分手了 这个搞得我还真伤心难过了 好长时间 对 你看就这样的吧 我也特别替他们高兴 不可能说就主动的去拆散 然后我们这个被拆散 这就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你在学校里边啊 你谈恋爱 你不要触犯一些学校的 这个名闻的制度 别太不像话了 他们就属于太不像话了 就是老是在学校里边拉拉扯扯的 对吧 咱就不说什么小灰小气的这个事情 你把人家别的学生放在什么样的地位呢 哦 你们俩跟着扯来扯去的 对吧 你别的同学 太不像话了 就哎呀 平时也说 开玩笑的也说 然后正式的也跟他们说 但是没用啊 这俩小孩说了没几天以后 该怎么着怎么着 有一回 当时是学校的那种 我也忘了是春游啊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学校那种集体活动 他既然是春游嘛 大家爬那个长城什么的 就对对 就在长城上来着 那就基本上就是全班 不可能是整整齐齐排着队伍爬长城吧 哎呀 就就走散了 旁边还有其他班的同学 还有其他班的老师 还有校领导也都在 人家俩人啊 据说大大咧咧跑过无人的 拉着手走得开心着呢 结果我们教导主任就走到他俩后面 他俩估计也没看见 教导主任还跟着半天 还跟着问的 哎 这俩人是哪个班的呀 回过头来教导主任就来找我了 说你们班的学生 你怎么毕业不管管呀 怎么都要给我 哎呦 你这就算是大事了 对不对 哎 我把他俩叫过来 真是狠狠的说了一顿 非常非常的严肃和正式 我心想你们俩都整出这么大的事来了 对吧 教导主任都惊动了 然后我再这么跟你们说 你们应该有改观了吧 没过了几天啊 人家让我亲自撞见一回 课间 我突然一进教室 哎呀 我就呈现在我面前的 就是个什么画面呢 那个男孩子坐在他椅子上啊 这个俩腿是那么插开的 然后这个女生呢 就站在他腿中间 你说你俩人就这样的姿势 然后这男孩这个手啊 还在这个女孩的腰上 就 你想啊 这个女孩本来背对着我 这个男生呢 就前面又整个被这个女生堵住了 他就压根都没有看见我 哎呀 我就那么蹬着他俩一步一步的走过去 哎呦 天哪 给我气的 我说你们俩怎么就说 你们俩就不听呢 哎 这回啊 真的就 事情就真的严重了 我就不得不出手了 太不像话了 结果放学以后呢 我把他俩叫到那个办公室 我们礼屋 啊 坐哪 坐到以后啊 我就没有从头到尾 没这跟这男孩说一句话 我上来以后 我就骂这姑娘 然后说那话都非常非常过分 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廉耻啊 等等等等 我就大概这样 真的很过分 那姑娘没听过老师跟他说这么厉害的话呀 那姑娘对 他也为什么这么说啊 这个哭啊哭啊 哭也不说话 我从头到尾没理那个男生 那男生的朋友也很 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 结果后来 我把那女孩睡了一通 那女孩也哭了一通了 我跟他男孩说 姜姐你走吧 男孩有惊呆了 意思是我没事了 他也没说什么 老师说走他就走了 男孩一走啊 我就这个缓和很多 然后我就跟这姑娘说 我说你这个 你是不是生气了 然后那姑娘那时候 扬起来两个 老师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 老师老师就特委屈 我说你别生气 别生气 我故意的 那我故意 为什么故意这么说呢 你看看你找那男朋友啊 你要找个好男朋友 我也不说啥了 你看你找那样啊 别人当着你的面 这么样说你的女朋友 连一句话都不说 他要是个好点的男生 对吧 这时候他就应该挺身上书 老师您别说他 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往我身上来 你看他那怂样 我说你还更看好呢 哎呦我都替你着急呀 所以我故意把你叫过来 臭骂一堆 你看清楚 你找了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这姑娘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事情什么结果了 见到哪儿 给我 s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